我們接貨銀行通報 到場了解後 詢問提款人 帳戶為何單日有300多萬的金流賄賂 柯賢向警方表示 在網路上找了融資公司想要貸款 要求提供帳戶提款卡方便賄賂款項 聲稱自己是遭騙取人頭帳戶的被害人 經突破柯賢新房 才向警方坦承與另一名同伙 將帳戶提供給詐騙集團作為人頭帳戶 並擔任車手 這期間入住汽車旅館躲避警方查期 司機至金融機構提款 我們巡線前往一處汽車旅館 查獲另一名同伙 全案一、詐欺、洗錢防治條例等罪嫌 移送屏東地檢署偵辦